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开始强迫阳性学生返校 网友直呼 原来他们是这个目的 让大家一起阳过 好快快的恢复生产 他们不在乎急报医疗资源 不在乎人命 这就是中共的本质 近日就连胡锡进也发微博说他也阳了 还称阳了就踏实了 还借此给中共洗地 称自己跟上了形势 有观点认为 现在千万要理智 要保护好自己 尽管奥米克戎重症率不高 仍然有可能引发死亡 应该尽量推后染疫 要做好防护 另外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告急 北京医疗系统迅速崩溃 多家兵仪馆24小时超负荷运转 遗体需要排期近一周才能火化 连当地目的也受庆 同时中共内部文件流出 要求其他省医疗院所支援北京 河南当局已下令 全省医疗系统进入所谓一级战备状态 湖南长沙则传出一日有6万多阳性患者 导致室内检测单位崩溃 沈阳市也传出遗体冷冻柜 几乎爆满的消息 可笑的是 中共控制不了疫情发展 就开始想办法改变病名 中共首席防疫专家钟南山提议 现在应该将新冠肺炎改为新冠感冒 网友讽刺 疫情三年防控的本领没增长多少 创造新词倒是一套一套的 更令民众气愤的是 日前美国白宫表示可以对中国提供疫情援助 但却被中共嘴硬拒绝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日扬言 中国可以靠自己 并吹嘘中共有举国体制优势 中国问题专家冯崇毅表示 这里有习本人的面子问题 同时当局要灌输民族主义思想 所以它是执行一种政治思维来决定的方式 但这对于民众来说是残忍的 美国之音刊发评论文章指出 中共没有为解封做好准备 现在人们愕然所见的是一个躺平三年的体制 这是中共国目前正在发生的 恐怖而荒诞的情景 文章认为表面上最为积极忠诚 坚持严格清零的官僚干部们 正是躺平一族 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在等待最高指示中度过 而再无所作为 也不敢有所作为 然后坐视社会危机的爆发 甚至革命 历史上苏联崩溃前夕 苏共官员普遍心态与此惊人相似 在这个意义上 一个举国清零的体制 正是一个举国躺平的体制 当这个体制的最高层发生了一点 哪怕最轻微的动摇 动态清零就分崩离析 文章最后写道 这或许就是对未来中国政治的预演 一场更深刻的政治危机正在加速显露 近日中国征兵网刊登2023年度征兵通知后 引发舆论反弹 民众借着对征兵事宜的评论 发泄对政府防疫政策和处理诸多问题方式的不满 有大批留言要求当局调查核酸网张珊珊事件 自由亚洲引述评论指出 被兰州市卫健委点名的何子华西实验室 涉及核酸检测丑闻 官方至今未回应民众促查事件的诉求 民众怒火无处发泄 同时人们对国内强大的核酸检测 对腐败行为不满积累非常大 实际上不仅针对张珊珊一个人 也是对官方的不满 还有不少网民怒喊 要求当局严查发国难财的人 严查失踪人口 严查人贩子 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再谈征兵的事 分析指出 民众的反感情绪是由整个社会气氛造成的 作为一个国家要对国民有一个基本待遇 老百姓的一些诉求应得到回应 老百姓才会让子女去报小国家 但中共完全不懂 12月15日 美国商务部将36家中国公司 列入其出口黑名单 此类公司的特质都包括 参与北京开发高超音速武器 侵犯人权和其他与中共军方有关的活动 据日本时报报道 黑名单中包括长江纯属公司和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 因为美国担心他们将构成安全威胁 或与支持中共的公司合作 同时深圳市彭新威吉城电路公司也在名单中 根据公开记录和卫星照片 该公司刚起步的芯片业务是由华为的一位前高管经营 并正在该公司总部附近尽造设施 此外 美国半月刊《国民评论》还特别提到了天敌公控 有资料显示 本月初该公司涉嫌推动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以及向伊朗安全部门和军方出售监控技术 对此 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研究员辛格尔顿撰写报告指出 华盛顿应认真对待中国的科技威权主义 并追究那些为中共等侵权国提供便利的人的责任 他还呼吁美国财政部应该考虑对天敌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 这样既可以冻结该公司资产 还可以禁止美国人以任何身份与其互动 除此之外 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也扩大了对人工智慧技术的限制 韩武器科技及其几家正在开发人工智慧组件或系统的附属公司 被添加到列表中 外媒认为此举意味着任何寻求美国技术的人都需要获得华盛顿的许可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艾斯蒂维茨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项工作将继续进行 也将继续努力检测和破坏俄罗斯为战争取得必要物品和技术的努力 12月16日 日本宣布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共列为战略挑战 并把用于该国军事防御的兼额增加一倍 打破了数十年的先例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本周早些时候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及其联盟伙伴公民党 就国家安全战略 国防战略和防卫部队准备计划等三份安全文件的修订草案 达成协议 首先战略中提到了日本计划大幅升级防御能力的细节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热点 比如乌克兰战争 台湾朝鲜半岛局势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 对此许多人认为 这是该国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建设 同时新战略呼吁提高日本的反击能力 并补充说 仅仅依靠现有的防御系统是不够的 需要更多反击 特别是远程陆射和海射导弹 对此 日本学者纳吉则表示 东京将继续在整个地区维护稳定 以抵御中共的强硬行为 驻华盛顿特区的东亚安全分析师 佐佐穆利娜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在她看来 新战略中将中共描述为挑战 这打破了其通常对中共的经济利益的宽容态度 此外 纽约时报报道 该战略还得到了华盛顿的批准 同时 美国决策者在该战略中指出 中共的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 但在印太地区最为严重 根据台北时报报道 为对抗中共 美国不仅努力扩大自己的军事技术 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推动日本 对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并默许台湾 日本和韩国 拥有或发展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 自中共省程放开以来 各省的入境政策纷纷调整 然而近日有网友发现 福建 四川等地政策自相矛盾 被网友讽刺诟病 根据推特上的截图显示 福建漳州发布的渔川管控新规中强调 部分渔民将按入境人员管控 19日起实施2加3隔离 即2天集中隔离 3天居家隔离 自2023年1月9日起实施0加3政策 但有网友发现了猫腻 张州的这项政策还与此前网传将实施的 入境2加3和0加3的日期相吻合 此外 12月9日 有推特网友爆料 小红书网友发帖称 四川的入境隔离政策改为5加0 也就是集中隔离满5天之后 就可以自行离开 然而评论区有网友跟评说 四川疾控公众号在同一天发布的入境隔离政策是5加3 对于近日流传的多种不同版本 甚至还有传言称 入境政策将进一步改变 该话题在推特上引起热议 有网友说 现在国内洋的人可以在家隔离 没有定期核酸筛查 如果不影响生活的话 还可以去上班 入境人员有核酸阴性证明 反而要被强制去集中隔离 完全没有逻辑 政策失去了专业性 剩下了政治性 真就没有一项政策不烂尾的 还有网友对当局这种变化莫测的风向讽刺道 所谓莲花轻温也好 摆栏根也好 说来说去 我觉得还是A4指的抗病毒效果最好 不然半个月前还谈阳色变 大杀八分的病毒 咋突然间变得人畜无害 后遗尽无了呢 另有网友吐槽说 摸了三年石头 终于上岸了 其实只要睁开眼睛 看别人现在怎么样就知道了 病毒是不分国界的 无论封城与否都是一样的结果 明眼人装盲人是不是傻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